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1日向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发表视频演说时 质问俄罗斯是否还应该留任联国人权理事会 布林肯严厉批判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时 做出侵犯人权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行为 并强烈谴责俄罗斯试图推翻一个民主选出的政府 俄罗斯盟友把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乌克兰 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 布林肯呼吁两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缓解起来 阻止更大的战争发生 而对于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保持沉默的国家 布林肯提出了批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47个成员国 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 中国与俄罗斯都是成员 从2021年1月开始三年任期 以上是美国之音 驻国院记者站站长张荣相的报道